这名黄鲜男子走进派出所 他穿西装外套 走到了值班台前呢 远景问他有什么事 他呢掀开了外套之后 亮出腰脊上的两把刀 接着拿刀子企图要攻击远景 副所长呢 还有远景立刻上前置之 半龟 半龟 半龙 我抓住他的刀了 这名黄鲜男子最后呢被制服 菜刀也被远景给夺下来 这事发生在今年五月中 高雄骑山骑尾派出所 三十多岁的黄姓男子呢 持两把菜刀 进到派出所里头 先是呢对副所长咆哮 还持刀做事要攻击远景 原来他呢 曾经因为酒驾被取缔 还有窃盗案被抓 因此疑似心生不满 认为远景针对他 所以持菜刀到住家附近的派出所 要来对远景报复 而桥头地人在审理之后 依照妨害公务罪 判处这名男子六个月徒刑 可一颗法金 18万 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导